2021年的这个夏天,我动身前往狄庆自治州,来访守山的主要作者之一,萧林。 这本书的豆瓣评分高达8.8分,在书中,萧林讲述了自己在白马雪山保护区任职35年以来的经历。 1983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萧林和同事们开始了寻找丁津丝猴的漫长旅程。 从16岁到26岁,在这最初近10年的时间里,萧林一无所获。 这是我,那天是10月1号,我们观察猴子已经观察了淡地连接。 有时候看到分辨,但是就是找不到猴子,后来发现了一直跟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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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的慢慢慢慢的,这种警觉稍微要好得多。 到底怎样才是保护野生动物最好的方式? 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寻找答案。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首先你得保证它的野性,你千万不要把它养成一头猪。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慈悲心,怜悯心的话,那对待野生动物,对待万物都不是问题。 2021年的这个夏天,我动身前往迪庆,摆访守山的主要作者之一,萧林。 她就是一个天然的艺术家。 坑古隧道。 萧林,藏名昂翁此称,她于1983年开始加入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 可以说,她亲眼见证了滇金丝猴的保护与重生。 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中文标准名称为云南养鼻猴。 中国古代的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广泛,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已经退缩到了川滇藏三省交界处。 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县里边给我们办了一个业务的培训班,讲到金丝猴,以后你们家要管理这种动物,后来我才知道它给我们看的是川金丝猴。 由于资料缺乏,保护区刚成立的近十年中,萧林与同事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保护的滇金丝猴究竟长什么样子。 直到1992年,他们才在一次悬山考察中第一次拍下了滇金丝猴的照片,这也是最早的滇金丝猴影像资料。 这是当年在野外做滇金丝猴考察。 这是我,那天是10月1号,观察猴子已经观察了淡地连结,正好又有一场大学。 那1992年开始,我们连续三年了,对于滇金丝猴是有跟踪记录这样的过程,但是刚开始实际上我们在半年里都没找到猴子,有时候看到分辨,但是就是找不到猴子。 有时候实际上滇金丝猴它的活动范围很管理,一个种群,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山脊,这个圈子比这个圈子里边还大,一个种群。 所以我们整个这么山绕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都已经十多天了,后来发现了,一直跟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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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的过程中,猴子的慢慢慢慢的,这种警觉稍微要好得多,比如说刚开始,你从这个地方到对面的公路,猴子看到我们,那一瞬间它就放过去了,它不会在那地方待着,再来看你。 再过了半年的时候,由于我们也随时寻找跟踪,猴子可能离我们近些,比如说离这么近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不动,它也在对面的就观察我们,然后也在那个地方觅食,并不是马上逃走。 然后后来呢,通过这样的时间的累积,我们会记录,几月几号,电子头在什么海拔高度,它的食物等等,那天的什么日照啊,温度啊,等等。 那么这样的,记录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的就是,什么季节,电子头应该在什么地方。 嗯,像现在这个季节呢? 像现在这个季节是六七月份,六七月份呢是,有虫草啊这样的地方,已经有人在活动了,那电子头会避开这些地方,在森林里活动。 嗯,那你有虫草的这些周边,我们找都不用找,我们自然就放开。 2007年,金鱼展示明星物种,带动生态旅游,并使公众得到生态教育的目的,电子丝后国家公园项目正式启动。 直到2009年,公园正式交付使用,萧林从40岁,来到了43岁。 看,我们都看到电金丝猴了,哪里? 你看,那棵树上,那个树上那,坐的那棵吗? 对啊,对啊。 我看的是它吗? 是啊,是,你看,在动啊。 看到电金丝猴了吗? 看到,非常好。 真的看到了多少只? 看了两群。 作为景区的话,你说,我们希望人很少,这个永远都做不到。 但是人,其实今天这么多人,我觉得一天之中的这么多人,目前还不算多。 但未来,如果方方更多的话,真是。 电金丝猴国家公园内部容纳了八个野生金丝猴家庭,他们来自于白马雪山的野生电金丝猴种群,被单独挑选出来,面向游客进行分时间段的开放展示。 我听说是您对于整个的这个电金丝猴国家公园成立的支出,那个游头或者是那个契机,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怀疑的态度的,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一直,一直,一直我都觉得,哎呀,野生动物,它生活的那么好,在完全野生的状态,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它弄来这个地方做展示。 然后后来,后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吧。 是什么契机之下,发生什么? 我也在看那个大熊猫数量的变化,曾经一度呢,大家都觉得大熊猫绝对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曾经一度只有一百只,一百多只,对不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物种是应该在地球上消失了,人类呢,哪怕下多大的功夫都没办法改变它的命运。 没想到后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你通过科学研究也好,人工促进繁殖也好,或者对公众的展示也好,那么这样的过程呢,慢慢慢慢的,大家都觉得,哦,这是国宝啊,你哪怕在野外建造,你也千万不要去想,能不能套着它或者打着它。 甚至有一段时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老百姓,迷迷直到山上,整个大面积的山,只有两只三只大熊猫,他看到了,他依然南枪大,那么现在已经绝对没有了,老百姓的意识完全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现在的大熊猫已经是好几百只了,从原来的兵威,已经见到异威了,那天津寺侯也是, 但是整个白马雪上,说只有八百到一千只,那现在呢,是不超于几千只,这不是好事吗。 适当展示有助于公众意识的唤醒,限定范围,也方便了专家与学者的考察和研究。 到底怎样才是保护野生动物最好的方式? 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寻找答案。 天津寺侯呢,在整个天津寺这个区域呢,算是非常有感召力的,起见物种,那这样的起见物种呢,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首先呢,你得保证,保证它的野性,你千万不要把它养成一头猪,这个是作为保护区域,一直以来非常注意的。 严格遵守的标准,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包括狐狸员投尸也好,然后来看猴子的人也好,狐狸员很早就给你拉线,猴子在那边的话,你就不能越过这个线。 尽管公园试图尽量不要对猴群进行过多的人为干预,但这些天津寺侯们的天性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对人类放松着警惕,会被限制在某一个特定范围内生活的野生动物,还能叫野生动物吗? 我很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有一天,点击死猴也跳下来搜你的包,看你包里有没有带着它吃的东西,那完全失败了。 这个就不是作为其间物种的展示,这个完全就是纯粹是为了赚钱。 在整个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中,还居住着大量的原住民,他们占得清、维西两县总人口的36%。 他们世世代代住在保护区里,也同样承受着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 八几年,应该是85、86年吧,我们去下乡的时候啊,整个这边上什么道路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公路都得自己背着东西朝前走。 去到那个村子的感觉就是整个这附近的村子,最穷的就是这个村子。 然后走进一户人家呢,是他烧了一堆火,一个火坛,有三个小家伙。 那十月份呢,十月份有点冷的时候,三个小家伙都一身都没穿任何东西,就关着身子,然后对对对对,跑来跑去,出来一看我们来了,出来看一下,又冷了,又跑进去,然后就围着那个火坛子,脚都伸到那个什么灶灰里,就这么坐着,哎呀,那个年代真是。 您说的那个小村子是哪一个? 就看到的这个村子。 在那个半山腰上。 对,就这个半山腰的村子。 我第一次下乡的时候,翻过这座山的背后有一个村落,然后当时呢,下乡,老百姓对我们非常抵触。 本来说召集一个会议呢,我们的计划是一个小时,没想到15分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没什么可讲的,大家就僵持了一下,然后老百姓本来就不愿意听。 嗯,然后问我们,是不是讲完了,我说,哦,讲完了,都走了,老百姓就先走了。 您说到后来,这个从最初吃碧门工到后来,这种很顺畅大概经历了多少时间? 还有,至少15年,至少15年之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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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好是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啊,生活动物保护啊,这个非常空缺欠缺的一个阶段。 然后大家都觉得缺一少吃的这么一个年代,你能打到一个野生动物,能解决一家人的吃的问题,这个都是非常应该的。 那么还没完全脱离这么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个时期,又建立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 也因为这样的,面临着真实的,比如说困难啊,就会有这样的抵触的情绪。 真正去熊户的时候呢,两个人留在家里,然后我和一个姓丸的小伙子,我们两个,然后老站着,带着我们,翻过那个牙口,就住在后面那个牛棚里。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沿河进来,进来到一个三叉,三叉河的地方。 我们两个从山记这么观察过去的时候呢,一座很大的那个山,山的一侧呢,冒着烟。 那那样的地方冒烟呢,绝对就是投猎者,又没人在那地方翻牧。 他们从这边翻倒一株,一棵冷山树,很长的冷山树,很跨在河上,然后又从那边倒一棵冷山树过来,然后两边就这样,然后就可以从冷山树上这样的过去。 中间呢,又翻了一个干斯塔,哎呀呀,然后我们两个一直进到里边的时候,就观察到有三个棚子,三个棚子里边呢,一个棚子呢,是整个棚子里边都是野生动物的头骨。 头骨还刷了苹果啊,有一些水果这样的,后来听说这些呢,是猎人祭祀山神的一种本事。 然后一边到棚子里边呢,是烧着大火,我们两个就躲在里边。 然后站着呢,就让我铺下生了以后,棚子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还有缝隙嘛,然后它就让我铺下了以后,观察外面的动静。 然后我就一直观察观察,后来来了三个人。 我从下面看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穿的裤子都很破,有的这个地方通洞,有的这些都已经悬, 反正撕开以后,噼里啪啦这样的,然后我从下面看的时候,它整个裤脚,很短的裤脚,扑扑扑在抖的,我一看就在抖,非常怕。 在肖林的所有故事当中,我对这段初见偷猎者的故事,印象非常深。 他所讲述的,偷猎者们那两根蓝绿的裤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和我对于偷猎者这一次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却与肖林的另一个故事当中,他偶遇的野狼,也有着相似的气质。 我寻找Danskow,然后最后完成了他的那个观察记录这个过程以后,就返回营地的途中,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崖口,类似那样的崖口。 一直从下面扇扇扇扇,要到牙口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看到蓝了,蓝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一看的是,蓝整个就是拖着很疲惫的身躯的那种感觉,然后肚子都是贴着的,它几乎几天就没找到吃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一聊天就说,哎呀,我们之前呢,都觉得蓝啊,蓝啊,蓝啊,这些都是非常奸诈,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们做一条生命呢,也会,由于找不到食物,拖着疲惫的身躯,都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找到吃的,那种艰难的行走的那种感觉。 真没想过。 在此行的尾声,肖林带我们拜访了东竹林寺。 在2008年,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与东竹林寺以及部分热心村民共同成立了白马雪山共管协会。 这十多年来,共同进行了保护区的日常巡护,环境教育,放生奖金的活动。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是人缘集中,或者人流平凡的原因,东竹林寺又犯了三个人,除了寻山寻护,清除钢丝涛之外呢,还得看围山的地方。 那样的,但在你的血腾上身,只要加围山的洞,捷御养。 你要是在身上的洞,而往远上的洞,就要来要死了良心。 就要是这一条洞。 在那上面, Querida they say to you ! 做了什么钱,来了? 你有一条洞,的话我现在要死了。 这是这种洞,就要死了。 我现在应该翻译一下嘛。 他們也是乾燈和尚 我們才參加工作 然後之後他就說到 白馬學生這麼多年 發生了兩次非常大的火災 那麼地產火災的時候 在火災現場救火的這波人裡邊 是東煮零四的一車喇嘛 那個是非常厲害的 反正一波年輕的喇嘛 但是我就特別記得 是哪一年的事 86年 保護區一所發生火災 在西方東煮零四搬住的時候 他們就一張東煮車 馬馬的一車人就直奔火場 早在公館協會成立之前 東煮零四就在一直用自己的力量 守護著神山與森林 東煮零四位於白馬學山保護區中 日泥神山腳下 劍四其經已有400餘年的歷史 蕭麟認為白馬學山自然保護區內的物種保護 也與藏族人天然的文化信仰密不可分 然後師父呢就說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經一度要在野外看到野生動物都非常困難 已經很少了 那麼通過83年建立自然保護區 到現在已經接近40年的時間 整個區域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的恢復已經是非常的明顯 現在實際上呢是 面臨一個問題是 野生動物數量太多 數量多了以後呢 所有靠近大山的這些村落 要不就是野豬 要不就是班林 要不就是鹽羊 很多野生動物下到地裡 耕地裡來吃東西 所以現在老百姓又面臨第一次這樣的問題 怎麼跟他們共存 對呀 對呀 野生動物數量增加了 然後又影響到他們的生存生活 那麼這樣的問題未來如何解決 他也覺得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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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最近幾年 就在最近的村子 曾經發生過黑熊傷人 而且傷到的這個人呢 是之後花了70多萬 到現在還不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呢 當時作為代表的他們呢 也提議過說 一年之中 有沒有可能就打掉幾隻黑熊啊 這樣的建議 至於他們自己呢是出家人 出家人呢是社生似乎 這個呢就是說老虎有四個小仔 還是五個小仔 然後由於捕食困難呢 對於最後呢 餵小仔的奶啊這些都非常缺少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有一個高僧呢 看不下去以後 男自己身上的肉割了之後 就丟給他們吃 那出家人呢按理應該是這樣 但是現在當地村民面臨的問題呢 是就剛才他說的 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出家人 威脅到生命啊 對 對 對 我們了解到1998年 雲南省出台的野生動物肇事補償條例 直至2014年 野生動物肇事公共責任保險 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全省全覆蓋 中央政府每年投入 在農業損失與人身傷亡的保險補償金額上 都超過了上千萬 雲南當地政府也在推進造林項目 以求完善野生動物棲息地 減少他們向山下居民聚集地的遷徙 然而在具體實施上 理賠時效過長 賞情認定困難 申訴渠道缺失等等現實的問題 也致使補償政策 並沒有很好的 在白馬雪山的居民們身上 落實和完善 成佛成道這個不一定是出家人 出家的喇嘛才有這樣的可能 說一般的俗人 你只要心裡有一顆憐憫心慈悲心 然後你也有可能有一天 比出家人之前成佛成道 然後現代人缺乏的就是這麼一個慈悲心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慈悲心 憐憫心的話 那對待野生動物 對待萬物都不是問題 其實說保護生物啊 或者是自然的保護等等的這一些 只不過在修煉我們的這顆心嘛 就無論說是對任何的生命 萬物都是這種平等的一個狀態 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兒 只不過是一個切日點 或者是一個面 我們在很努力做這份工作 但最後都要修行的是 我們自己的內在的一個世界 是